现在大城市有70%的新市民和青年人是靠租房来解决住的问题 然而富得其的房子区位比较远 区位比较好的租金又比较贵 这成为新市民 青年人买不起房和租不好房的一个现实困难 在谈及三条红线时称 国家对房地产的调控是非常必要的 房地产的安全确实会影响金融和经济安全 三条红线是比较合理的政策 给出了三年的宽限期 这些指标不是一个很难的指标 三大风险包括 一是当前持续大幅高涨的履价 一是下游履加工企业互不宽咽 如果下游行业不堪重负 甚至一旦高履价对终端消费产生意志 从而出现替代材料 则会动摇价格上涨基础 导致价格在高位短时间快速汇掉 形成系统性风险 大年报显示 科创版公司机构股东数量和持股比例上升明显 投资者结构持续优化